新柔肠第一是全球最繁忙的其中一个陆路关卡 数据显示每天有高达30万人使用 柔佛周大臣拿督翁哈菲兹就表示说 柔佛将会跟新加坡探讨 采用更多种的方式来改善柔心两地的联通性 翁哈菲兹在脸书贴文表示 他在新加坡官方形成的第二天 会见了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和总理公署部长孟里奇 会谈的课题主要聚焦新柔关系 翁哈菲兹说新加坡是我国的邻国 对柔佛的经济发展方面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维文和孟里奇表示即便经历了新冠疫情 新马暂时封闭了边境 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两国的亲密关系 而翁哈菲兹也对师承这两位部长的立场 感到十分的欣慰 大臣就说由于新柔长堤 每天都有将近30万人使用 因此展望未来能够加强两地的联通性 翁哈菲兹昨天第一天官方新加坡 也和一些国际公司的代表会面 预料会为柔佛引进100到150亿令吉的外资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